接著洛基就一個甩頭 然後不小心上假髮整個噴飛 然後他們就重現了電影中 海拉捏爆槌子的畫面 那個導演就說 欸好像不太夠欸 然後對面那個奧丁 就直接 伸出舌頭想要跟導演喇雞 而且17根雞雞到底是什麼意思 太多了吧 一打開有17根欸 是刺蝟嗎 Holy Sherry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又到了大家很愛的 演員氣味爆笑系列啦 這些大咖平常在電影裡面的演技都很精彩 當然在戲外的他們 搞笑功力 那我們前四集有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漫威 還有DC演員的搞笑片段 像是說復仇者一起在觀光巴士上面 當假觀光客 還有蜘蛛人他們忽然的刺鏡搞笑畫面 跟洛基惡搞主持人的片段等等 那今天我們一樣又來散播歡樂給大家 我們今天Holy Sherry就是 提醒大家 看到這一支影片的時候 請不要禁食 不然會被嗆到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 漫威跟迪士尼秘秘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日常跟我分享喔 好啦那因為索爾斯已經上映了 那身為我老公的粉絲後援會會長 第一個一定要來介紹一下克里斯和斯沃的吧 -然後翻滾 -喔 -你翻滾太堅固了 那我們按照慣例 第一個就先來一點溫和一點的 之前在索爾3上映的時候 為了要宣傳這一部電影 電影團隊就打算做一個很酷的活動 他們當時就跟電視的節目主持人 James Corden一起想了一個搞笑企劃 就算要讓戲院的觀眾看到4D版本的索爾3 那在電影開始不久之後 就換James Corden出場 說要給大家一次特別的觀影體驗 所以旁邊的工作人員就趕快把電影院 迅速的佈置成拍攝現場 James Corden自己還當起旁白在旁邊講故事 然後在介紹電影角色的時候 克里斯和斯沃就這樣從後台跑出來 超爽欸 看電影看到一半 然後你的偶像就這樣子衝出來 接著洛基·湯姆基德斯頓也頂著一頭亂髮 還有拿著他的頭盔觸場 台下門的女生整個高興到嘴巴合不起來 Loki the god of mystery 接著海拉演員凱特布蘭奇也登場 但是他整個心不甘情不願的 但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就是這些演員都是低配版 非常真實的呈現給觀眾們看 就是你沒有上特效 你沒有上電影濾鏡 接著洛基就一個甩頭 然後不小心讓假髮整個噴飛 然後他們就重現了電影中 海拉捏爆槌子的畫面 然後把那個槌子瞬間捏爆 之後海拉就用奇怪的招數 讓索爾跟洛基轉圈圈退場 準備換下一幕 然後海拉在後台還打電話給他經紀人 就是這裡超奇怪 怎麼會在電影院裡面演戲給人家看啊 -你必須把我離開了 -那是一個大問題 -沒有 -我們在電影劇場 之後下一段故事 就是索爾在一個奇怪的地方起來 -我在哪裡 然後中式就騎著滑板車登場 -要贏你的自由 -你必須要戰爭我的大戰爭 接著浩克就從觀眾席登場 跟拿著巨型棉花棒的索爾PK 然後還打得太high 跑去觀眾席繼續打 結果打到一半 浩克還爆粉絲一下 然後索爾還偷出人家的爆米花 超可愛的 最後連女武神也一起出場 打爆地上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不倒龍 接著海拉登場之後 就拍出手上超沒殺上力的狗狗去打他們 -洛基到底為什麼要哭 是被狗咬斷手嗎 -洛基尼喊 -啊 -4 戰爭 -啊 最後索爾衝出去PK海拉 然後還召喚出低成本的閃電打敗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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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超好笑還自帶兩個人 -閃電棒棒的 -然後主持人還在旁邊拿那個板子當音效 -就是閃電音效 -轟隆隆隆隆隆的感覺 -很厲害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4D啊 -就是讓你 -聞得到 -感受得到 -看得到 -摸得到 -我剛剛講摸得到我走這樣子 -我在摸什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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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哪一天就是在電影院看所有的電影 -然後 -看到你被他跑出來我真的 -吃了武漢 -我就 -好了我覺得我這輩子夠了 -Thor 救了阿斯卡爾 -他們都在生了 -幸運的 -直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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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還想要加碼一個跟索爾士有關的好笑片段 -就是最近索爾士電影上映阿 -然後導演跟演員他們就去上了Jimmy Kimmel的節目 -然後在這邊他們就分別玩了命運旋轉盤 -結果索爾就轉到一個要畫他爸爸的樣子 -然後克里斯安蘇都畫好之後 -對面那個賈奧丁 -又叫他畫出他爸裸體的樣子 -幸運我還沒結束了 -幸運我還沒結束了 -喔哇 -你害我 -那是你的鎚子 -他就說那是你的鎚子 -他是不是在開車 -那是你的鎚子 -什麼 -然後之後導演泰卡瓦提提 -他就轉到了一個要跟假奧丁親切的選項 -準備嗎 -對 -哇 -然後清完一下之後 -那個導演就說 -欸好像不太夠欸 -然後對面那個奧丁 -就直接伸出舌頭想要跟導演 -哇 -哇 -那是神奇的 -接下來導演就轉到一個要捶爆食物的選項 -然後賈奧丁就說 -你想撒掉我的鎚子嗎 -我一定會撒掉你的鎚子 -好 -你們知道茄子在國外其實是有性暗示的 -就是暗示就是男生的那個雞雞嗎 -所以他們這一集就是在開玩笑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電影裡面有類似這種畫面 -他們才會就是故意這樣子那麼澀澀的感覺 -而且那個賈奧丁的笑聲超魔性的 -而且接下來越來越澀 -越來越兒童不移欸 -下一個就換索爾要捶爆食物 -但是呢主持人一拿出來之後索爾就說 -這就是我爸爸的畫畫畫 -我們面對你 -好 -因為他後來雞雞就長這樣 -就是這樣子然後這樣一根 -然後那個水果也是長這樣子 -那個奶油南瓜的形狀真的是蠻相似的 -就是有一點巨大 -可能是被蜜蜂遮到吧 -還是索爾本來就這麼大 -所以那些女生才會暈倒 -哇是奶油南瓜 -這影片其他片段也很好笑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尋看看喔 -好啦那說到雷神4 -一定要提一下女雷神納塔利波曼的吧 -Jane? -在2016年的週六夜現場節目中 -納塔利波曼就表演了一段超級大反差的髒話rap -然後就用rap跟各種髒話來介紹自己私底下的生活 -真的是超級好笑 -但是又很髒 -真的是超級好笑 -但是又很髒 -哇 -就一群宅男跟她說 -我們愛你 -納塔利波曼 -然後納塔利波曼就說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你 -我也想要你 -她會做這個rap -其實是因為有一次 -納塔利波曼 -跟The Lonely Island -聊到說 -自己其實很喜歡聽老舌音樂 -所以他們才會做這個企劃 -然後她還說她在拍這支MV的時候 -是她演藝生涯裡面做過最好玩的事情 -他們的音樂都很好聽 -但是歌詞都超低級 -很好笑欸 -推薦給你們 -還可以順便學英文 -不過搞笑的是 -這支髒話rap過了12年之後 -又出了2.0的版本 -然後這一次轉酷的納塔利波曼 -又重出江湖 -用自己獲得奧斯卡影后的黑天鵝電影來做梗 -你剛才在這裏 -我聽說事情有點擔心了 -對,那我當時很奇怪的時間 -但我已經長了很多 -你為何要在這裏面上 -你為何要在這裏面上去 -好,你小子 -Doc.t.t.t -Do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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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笑的欸 -她裡面還有Cosplay自己在星際大戰的角色大唱饒蛇 -那因為主持人就說 -欸你有沒有看過最新的星際大戰啊 -然後那塔利波曼就說欸沒有欸 -然後主持人就說 -喔我覺得新的電影超好看 -就是遠遠超過那塔利波曼 -馬力波曼演過的《星際大戰前傳》 -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mother -Tinker's bitch - Say something nice about - George I being you tall - Kiss him right on his 17 - What? - While I sit dead on your face - and take her -我覺得她很喜歡 -在人家臉上拉屎欸 -而且她第一首歌也有唱到 - I sit right down on your face - I take your s*** -而且17根雞雞到底有什麼意思 -太多了吧 -一打開有17根欸 -是刺蝟嗎 -好啦這兩首歌真的是超好笑 -我覺得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去聽聽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個搞笑片段呢 -歡迎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前四集的朋友 -記得去看一下喔 -都超好笑的 -好啦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嗨嗨123 3 2 1 1 2 3 4 5 6 7 -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 -生理好 健身好 -阿天姐也有禮貌 -人人家人都喜歡 -那說到雷神4 -就不能不提一下女雷神 -辣...辣塔利伯們 -辣塔利伯們 -辣塔利伯們 -全部下 boo -ESTAL - virtual - Gran海 -大 gehen -禄 -小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